七十鼓聲伴隨一致步伐 臉上還帶著大大的笑容 進都局高校吹奏部89人大陣仗 現身總統府前廣場 團員們先以高聲吶喊 向現場觀眾打招呼 一邊吹奏樂器一邊跳舞 加上不斷變化的複雜隊形 還要高舉台日友好招牌 高難度演出 每個環節都精準到位 所有動作整齊畫衣 國慶待會預演 局高校吹奏部亮相 完整表演節目也首度曝光 七首招牌曲目 包括超級瑪莉歐兄弟 展現年輕活力 只不過被暱稱為 橘色惡魔的團員們 預演時並沒有穿上 招牌橘色表演服 讓現場粉絲感覺有點遺憾 工作人員表示 是因為下午台北下起大雨 局高校團員 擔心制服弄髒不好處理 影響國慶日當天表演 臨時換上白色運動服 貿運練習一再確認走位隊形 日本京都的橘色惡魔 真的來了 將在國慶日當天 震撼台灣粉絲 近新聞綜合報導 天文綜合 居民生 天文綜合 天文綜合 人生 地形 站 劍 天文綜合 天文綜合